在诗篇第十篇里面 诗人觉得愤愤不平 为什么是恶人当道 恶人好像可以非常富有 骄傲 自夸 甚至欺负义人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 可能义人会出声说 神啊 你为什么不出声 不出手来拯救义人 对付那些恶人的欺负 那贪财的人清迈耶和华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 恶人不仅夸大他的财力 也夸大他邪恶的心愿 我有钱怎么样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这是张狂 最近不是有某财团的董事长大声说 若是谁当选 我就要投资在某某地区 好像他所支持的人 没有当选他就不管了 其实真正为了台湾的福祉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当选 他都应该愿意拿钱出来 造福乡里不是吗 若是像顶星集团 他们就是恶人的 第三节提到 贪财的背弃耶和华 并且侵卖他 这里说的恶人是个代表 当然不是说的恶人都是贪财的 但是贪财往往是恶人的一个特征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 贪财万恶之根啊 钱财最容易叫人忘记上帝 钱财最容易叫人觉得是上帝以外 最有能力最可爱的东西 他们也以此自夸 也达到那可夸耀的地步 就是他们以为什么都有了 我可以掌权了 因为我拥有很多的财富 但是至于财富是否正当得来 就是对恶人而言是无所谓 我们正在求主来责备打击这样的人 但是包括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第四节说 恶人面带骄傲 说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这里可以延伸出来提醒我们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纯粹无神论的 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所以他们没有在怕 另一种人就是误会以为神不会审判 神是很仁慈的神 没关系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承认有上帝 但是不觉得上帝好像 没有在掌管 其实神在掌权一切 都不要心理不平衡 不要恐惧 神是我们一切的掌权者